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美 这就听您的了 您要觉得可行 小的们就去办 您放心 万无一失 我们要办就把它办利索 绝不能走漏风生 嗯 其实这高求啊 当初 那元社高二的时代 这种搜足一歪点子 他也没少出 他自个儿啊 也都明白 只是现在身居太位的高位啊 他自个儿的价端起来 高求点了点头 嗯 那就这么办吧 是 谢太位 高求答应了 高求这一答呀 转身他走了 这功夫呢 露天转身回来 来到了这崖内的窗前 崖内 崖内 这位孩子们装着 哎 我不想了 露天 太位答应了 就这么办了 啊 不愣就坐起来了 答应了 答应了 真的 真的 小的 这回你们可给我办得好咯 要办得好 我可拿你们质问 您放心 这儿答应下来 他们这里还得筹谋 挖陷阱骇人呢 那么林冲呢 林冲此时刻 已经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因为这些天来 林冲跟鲁之身 两个人过从甚密 习闻脸舞 推飞换斩 林冲这个心胸 逐渐的就开阔起来了 再加上真娘在家里边 对他不断的劝慰 真娘跟林冲就说这个道理 等你放心 他有千条妙计 我有一定之规 他就怎么在我身上打主意 指定他不能得逞 这不就结了 林冲以为这个事过去了 所以这天 林冲跟鲁之身两个人 到一个酒楼上去喝酒 喝完酒之后 这两个人悠打酒楼下来 准备要往家里走 两个人一块走了这么一段路 正往前走着 就忽然发现 在那大道旁胡同口那 干着一个人 手中拿着一口刀 这人拿着刀 嘴里边之刀 买刀啊 买刀 哪位买刀 林冲是练武之人的 一见了刀 剑 这些兵器 他就喜欢 而且林冲心里边 早就想买一口好刀 一直没买着 他想要过去看看 一瞧这个人呢 头上光头不戴帽 挽着一个法转 用一个竹簪憋着 身上穿了一身破旧的军衣 腰里边扎着一个搭包 足下蹬着一双靴子 这靴子全部都开了站 这个人四方脸 一脸的灰尘 瞅那个眉目倒也端重 手里边拿着刀 这么一站 一瞅就像一个落魄的军汉 林冲正想要过去 挪着身一拽 哎 看那刀干什么 这让人 你看他那长相那帽相 他拿那个刀 还能是什么好刀吗 走走走走 回家 林冲跟鲁之身就走过来了 可是刚走过来没有两三步 就听那卖刀的说了 哎 都说东京汴梁 大帮之地有失货的 我看 这个地方也没有失货的 我这宝刀 无人认识啊 他一说宝刀 林冲把脚步停住了 哎 咱们过去看看 林冲一转身又回来 来到这买刀的跟前 一看他这口刀啊 用一个布口的装着 紧露出一个刀炸 林冲说你这个刀 是什么刀啊 这口刀 是我们家祖传的一口宝刀 哦 祖传的宝刀 能给我看看吗 可以 说着话 啪 他们这个布口的就蹬下来 把这口刀一颠弄 就递过来 林冲接刀在手 一瞧这口刀的外表装修 果然不错 紫杀鱼皮笑 紫中透红色 红中透紫 黄灯灯 金石碱 金云子头 月柄大小的护手盘 黄中绳蝉刀柄 红绿刀炮 顺风之飘 夸 翻过来一瞧 好 这外表装修就看不是一般的刀 他瞧了瞧就这 看外表不错 哼 外表不错 还行是一个穿蟒袍的贪官的 抽出来看看 好 啪 一根崩溃 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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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刀抽出来 一瞧好刀 这口刀 双血操单方针 亮如秋水 冷气逼人 果然是好兵器 林崩溃 看了个这个卖刀的 各位壮士 你怎么有这样一股刀 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 实不相瞒 我祖上 可不是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那也是 作官为患 而且是元武将 噢 那这是你祖上手中使的英手兵器 对 这口刀 不知道杀过多少人了 但是刀上无血迹 这口刀 消通堕铁 斩金错玉 吹毛利刃 这是人间稀有的兵器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不能卖它 现在 我对不住祖宗 日子混得实在是太凄惨了 万本不耐 所以 我才把这刀 拿到长街来卖 噢 你这名刀 买多少钱呢 我看您 也是个练武之人 这口刀 要卖的话 三千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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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利息 我知道 要价我是三千贯 我一看您 肯定是喜欢这个兵器的 俗话说 货卖于施甲 红粉赠给家人 宝剑送给烈士 您肯定喜欢这个刀 我就捡一千贯 两千贯 你拿走 鲁立身在上面说 什么两千贯 这个刀 给你一千贯钱 我们就拿着 你要是一千贯不卖的话 那我们就走 哎呀 我说这位师傅 你没看看我这是什么刀吗 哎 我这刀这是凤凰 我现在就落败的凤凰不如鸡 我给您两千贯钱 这是卖的鸡价钱 您给我一千贯钱 那就是卖个家草的价钱 那我心里面 他也不平衡了 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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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之身过来把这刀剥过来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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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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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之身扯着林冲就走 两人走出来没有几步远 就听身后卖刀的人说了 壮士留步 林冲一回身 怎么 请回请回请回 一转身 林冲又回来 林冲的确从心里面也喜欢这柄刀 回来之后就跟他卖刀子说 好吧 我这刀啊 是真金荡黄铜卖了 我卖给你 一千块钱 不过 可有一样 我得打听打听 您尊姓大名 林冲说你卖刀 怎么还要问我的姓名呢 这位壮士 我得问您的姓名 我这刀这么便宜卖给您了 日后万一我要是脚蹬着棒锤转着运 有那天我有了钱了 我到您的府上 我加倍花钱 我得把这刀再赎回来 我等于是当给您了 林冲说也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姓林冲 陆志身在旁边说了 这是东京柄凉 八十万进军 枪绑叫头 哦 久仰久仰久仰 好 既然是这样 我这刀能卖给林教头 那我心里也平坑了 说这话把刀递过来 林冲把刀接过来之后 一千块钱不在少说啊 那你跟我到家里面取钱吗 好 于是你卖刀的 就跟着林冲和鲁志身 两个人往前走 走到插路口的功夫 鲁志身要回菜园子了 鲁志身走了 林冲呢 领着这个买刀的倒在自己的家中 把一千块钱 扶给他 买刀的走了 林冲把这个刀就挂在自己屋中的墙上 坐到这儿 就瞅着这刀 他就欣赏了 啊 习文的练笔 是习武的练刀啊 林冲一看这个刀 怎么瞅怎么好 心想这么一兵好兵器 万万没有想到就落到我的手中了 啊 该走 真娘在旁边看林冲喜欢的刀这样子 这娘说官人呐 干明啊 我给你做一个套 把这个刀啊 套上 林冲呢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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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刀用不着高套 一套上 他这光泽就闪现不出来了 这的的确确是个宝兵器呀 到了晚上的工夫 林冲把这刀冲刀出销 来到院子里边是耍练了一番 练完了之后 特意让真娘给他找了一块白绫子 拿这白绫子把这刀身擦了擦 擦干了之后 然后再浑刀入窍 前半夜都没睡着觉 躺在床上就看这刀 真娘说看来你是真喜欢这口刀 林冲说你不知道 这的确是一兵好兵器 第二天早晨起来 林冲起来又把这刀拿下来 在院子里边耍练 刚刚耍练完了 把这刀挂到墙子的时候 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 林教头在这住吗 林冲迈不优打屋子里边出来了 啊 哪位 林冲一看 在自己面前站着两个城局 城局啊 宋朝底层官员的名字 周城府县 包括京都里边的大衙门口里头 大府地里头 都有这种底层官员 这两个城局约在三十来岁 林冲一看不认识 哦 二位 你们从哪来 林教头 我们两个是太尉府的两个城局 今天奉太尉的郡职 特意到此 请林教头过府 哦 好 我这就去当你的 林教头 听说您昨天在街上买了一把刀 啊 林冲心想 这是谁呀 把这个消息传得这么快 我昨天买的刀 太尉今儿就知道了 是是是 林教头 太尉呀 也很喜欢兵器 太尉手里边也有一把刀 他告诉我们 封着林教头 让您拿着这把刀 到太尉府里 跟太尉比刀 看看你们俩 谁的刀好 所以这把兵器您得带着 林冲一听真有嘴快的 既然有人告诉太尉了 太尉要跟我比这刀 那我就比吧 林冲说好 一二位稍后 一转身 林冲进了屋子 九打枪上把这把刀摘起来之后 他把这把刀就 哗在了夜下 林冲 跨着这把刀 就跟着两个城局 奔太尉府 一路上走着 林冲就问 二位 贵姓 这个说我姓张 那说我姓王 张王两位城局 林冲说 我昨天买的刀 怎么太尉 知道的这么快 哎 林教头 您是什么人哪 您在东京汴梁城里边 那是跺一脚四枪乱颤的人物啊 您昨天买刀的时候啊 旁边就有一个 太尉府里边的一个侍族 看见您买刀了 回去之后这么一说 太尉就知道了 太尉是特别喜欢兵器的人 所以今儿个就拆我们的 给您送这信来了 哦 原来如此 一边走着林冲又想啊 我这回到太尉府里去 没什么好 为什么呀 高太尉有这么一个脾气 他的东西都得比别人好 前不久 军营之中 有一个王都尉 王都尉有匹好马 高太尉知道了 非要跟人家王都尉比赛 比赛完了之后呢 他那个马跑不过王都尉的马 高太尉的脸就沉了 他这脸一沉 王都尉当时就说了 我这马送给您吧 高太尉马上就乐了 今天呢 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这刀跟他一比 他那个刀不如我这个刀 他这脸又得沉 他一沉 我把刀送给他了 他又乐了 结果我这刀是给他买了 哎 不管是什么吧 太尉传箭 哪敢不去啊 说话间就来到了太尉府了 到了太尉府 这两个城局领着林冲进了大门 绕过了影壁墙 顺着永路往前走 走过了川青厅 来到了二道院子 到了二道院子再往前走 就是正厅 到正厅之后 脚头留步 林冲站在这儿 两个城局进去之后 一会儿的工作出来了 太尉在后院 跟我上后院 哎 林冲就跟着这两个城局 走过了正厅就来到了后院 后院非常宽敞一个大院子 对过 是一大六的一个高房子 这高房子建筑非常出奇 奇迹吊脚 肃穆森年 八根红旗的柱子 在檐下排列 两旁边有东西配房 这两个城局站着之后 你在这儿稍等啊 我们俩进去 传明一声 两个人进去老半天不出来 林冲心想 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 不是他们俩碰见别的事 把我这事给忘了 我自个儿进去看看吧 想着这儿 他迈步上台阶 一推这花林子门 他就进来 抬头望上一瞧 他就进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